因为整个疫情好像似乎还在逐渐的扩散 所以很多地方官已经做了决定 只要全校有一个人确诊 就整个都要停课 所以表示宁可宁静悟松 所以提到复工 但是现在整个大陆复工碰到很大的问题 就是刚才我们小平博士也提到了 复工虽然要刺激经济 要维持后续整个经济成长 但是在这个时候复工到底是不是当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你现在复工之后反而碰到另外一个迫不单行 这个大家还在保命还在防疫当中 薪水还被降低了 那现在这个薪水降兵降薪潮来了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被人血上加霜啊 胡平兄 这当然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了 首先你这个疫情蔓延到今天 你就算以1月23号武汉宣布封城起 那么这件事情就已经成了全国性的事情了 对消息经济都有很大影响 那么在一个多月 一个月过去了 这个有些这个中小企业啊 有些个体户啊 那已经这个打击就已经是致命的 怎么已经有很多就关门 再也开不起来了 那么这个是一个大问题 如果这个时候复工 你想特别是那民营的企业中小企业 他们本身都亏都亏得一塌糊涂了 能够再接着复工 正常复工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个时候你要让他照原来的那个薪资标准 去付给别人的钱 这个当然困难就很大了 那么当然他从老板叫他不得不降低薪水 而但是呢 对于那打工的人来说呢 这个对他们就更困难了 本来拖了这么久 他们的因为打工的人他们经济情况状况 显然会更差 那你对老板来说还是还是个盈利的问题 对他们那来说就是吃饭的问题 你本来就很困难了 现在我们冒着一定的危险来复工 你还给这点这点薪资 那不是更麻烦了吗 所以它就构成一种这个这个恶性的循环 你如果不及早的开工 那么对于打工的人 对于这个中小企业的老板 都是很大的困难 当然你早点 现在复工呢 且不说他有可能让疫情 让进一步传染 那可能把命都给送掉 那很多人就不愿意 当然他觉得保命更要紧 你挣钱干嘛呀 挣了钱得有人花呀 如果挣了钱你人都没了 那其他还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这个是人家多少人愿意复工 这本身就是很大的问题 另外就算复工了 由于你原来已经造成了那么多的这个经济上的影响 那么你这个很 且不说会有大量的这个中小企业 可能会关门就会倒闭 就已经出现了 而且还会出现相当多的人失业 另外还有业的 还有工作的 他们也会发现 他们能得到的薪水 要比原来少得多 这当然对于目前的状态来说 这个确确确实是雪上加霜 可是这种恐怕是在一个阶段之内 都是难以避免的 我们请小兵博士跟我们分享之下 我们请欢迎观众加入我们的讨论行列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516-407-3560 电报电话是516-582-8150 Skype电话是718-838-9806 我们开放给观众 欢迎观众这个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讨论一下有关于这次新冠病毒的这个疫情 那刚才小兵博士刚才胡平兄也提到了这个事情 这个货不单行啊 除了中共中央有货不单行之外 打工主义也有货不单行 对啊现在这个您在这个国家生活着对不对啊 你要有一个至高无上的领导 你等于把自己的命就交给了他 这就像战场上你上去打仗 你的生命交给了你的将军一样 如果将军说你给我冲 那你就必须冲 如果你不冲就军阀从事 那么中国人现在这个复工不复工的问题也命令这样一个情况 你后来不去嘛对不对啊 你打死我不去对不对啊 那么你去 就面临一个问题啊 生命安全是第一个的对不对啊 那么很多人现在说啊 我有句话有一个民工说过一句话啊 我不上班 对不对啊我饿死百分之百的死 那么我去上班呢现在死亡率只有百分之二 对啊那么我当然选择去上班了 对不对啊好啊你去啊对不对啊 你冒着生命危险你去冲啊 因为炮弹不是把每个人都打死 对不对啊虽然有炮弹有机枪总会有人冲上伤头的对不对啊 你还是赢了死的还是有些人你没死 这是可能的 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你会不会被裁员 啊 第一个你会不会裁员 第二 你的工资会不会减少 对不对啊 还一个问题 你想复工 老板还不让你孵呢 昨天我跟田文荣先生做一个节目 那就是你想复工 政府也想让你复工 可是老板一算账不合算 我不复工了 为什么呢 现在浙江是要求复工 是全全世界第一 机极的这个这个地方啊 什么寒州什么他用 用专机接 用专列接 用专车接 那么寒州是你给我拉回那个工资给你补给你奖励500块 外贸出口没办法 他一定要这些人来干活啊 所以浙江现在是走在全国最前面的什么浙义乌啊 但温州 受疫情控制 现在温州根本就不敢提复工的事 是不是 那么你再来了 这个员工你接到工厂之后 要隔离14天 钱谁出啊 老板出 这14天不能干活的老板一分钱不少要给他 付钱 然后如果有一个人被发现 有这个问题了 全工厂都要被隔离 又是14天 又是14天 只要出一例 又是14天 那么这些工人上班 每一个人要准备一个口罩 这家老板他说他有600个人要准备600个口罩 原来这个口罩是0.5毛钱一个 现在啊如果政府 保证你供应 5块钱一个 不是 4块为涨价 又变5块了 对呀 然后一旦这个发了病啊 有好条件的 单位企业家他有宿舍让你住进去 那么成本小一些 没有这样条件的 只能住宾馆一个人包一间 全是私人老板出 好 那么说你看看 出了病 老板付 工资不干活 老板付 出了事住宾馆老板付 政府不付钱 这是问题啊 现在中央 也不给钱 你就给我复工 给你一点点补助 然后 地方政府也没钱 最后全都压在私人老板身上 私人老板说你要这么压我的 他妈我没被病予病予遮死 我自己被你们折腾死了 我干脆不上班 这是中国浙江的一个企业家这么说的呀 好了 企业家也愿意上 上班 企业家愿意开工 你这个 工人愿意上班 那么愿意问题是 降薪 降薪 正好我昨天看到一篇文章一个国内的朋友一个我推荐 我们俩正好注意点一样 这个文章叫什么呢 第一波 降薪超来了 刚复工 我的工资降到了1500块 1500块怎么活啊 对不对啊 他这篇文章里列了哪些东西呢 大公司他列了一个 叫做诺亚财户 财富 这个公司市值20亿美金啊 然后呢一到这个开工的时候呢 这个老板 三位董事 林月星 员工少拿近四分之一 这是这个 这个是诺亚财富啊 啊 OK 然后呢这个诺亚财户之外他又提到一个教育公司松鼠AI 还提到一个木屋烧烤 那么这里头最大方的提的是老乡鸡 老乡鸡 老乡鸡老乡鸡老板说啊 这个他自己掏 这是最有底气的老板 OK 他说你们不用担心我自己掏 那么我在看这个材料他介绍了几家公司大公司小公司到这个 财新的 到这个减工资的裁员的啊 最后呢 他提到北大清华的一个调查报告 对不对啊 北大清华的一个调查报告呢 北大清华联合对995家中小企业调查 仅99.96的餐饮 文女企业能够依靠现金 维持六个月以上 85.1%的企业最多维持三个月 62.78的企业认为员工工资 及五显一金 是疫情期间企业主要的压支出动力 工资疫情支出五显一金 企业一分钱不能少 工人不干活 你这不是把这个企业完死里拽吗 我们前面还说习近平打赌 肯定是经济社会指标 能完成 你现在中小企业已经在那 喘命喘息了 对不对呀 企业家在喘息打工组在喘息呀都这问题呀我把命不要了我来赚上班我赚不到钱啊 看 照你这样讲的话这个 开工复工几赔钱 这个老板说我宁愿不开工我赔的还少因为什么呢 你没有被感染我不用付那么多钱如果这个人死了的话肯定是老板的买单 没错 政府不出钱的 这样提早会宣布企业倒闭 你如果政府说如果中央政府说你开工出了事我全部兜底 那么地方政府就会有更大的动力 你现在中央政府说你开工 但是他材质上不兜底 他不兜底呀 这就是 你看现在这个这个传染病 现在我们可以谈了对不对 你不给他免费医疗 他就隐瞒 就不让自己的这个病毒王啊 到处传播 没错 如果你说政府兜底的话 我让你免费医疗 免费治疗 那么这些人一有病治都赶紧去治 日本就是这样 日本不管你什么国际 那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吗 那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吗 你别拿日本比啊 我们只说共产党中国 对不对 总是往好了比 不能往坏了比 你没这个福气 谁要你生在这个地方 你没这个福气 你怎么能跟新疆抛比 你怎么能跟那个日本比呢 对不对 那遇到有一些老板啊 刚才说的老乡鸡 老板说你不用担心 我公司到负 那么 我这个一个朋友是一个书店老板 他的员工不上班 你们在他呆着 他工资一份钱不付 对不对 具体像老板的这个 像老乡老乡鸡老板这样的这个胸怀 他也保障了这个 员工的安全吗 这是一个最好的互动 因为 一旦出了事 企业负担不起啊 一个人的这个这个这个死亡的的话 其他人就负担不起了 所以现在老板不愿复工啊 损失反而少一点 对啊那么这些被压迫开工的这些企业 他们就面临这个问题 裁员 减薪 最后老板姓 即使上班 你的钱都也是扁扁的 我上什么班呢 我还不如在家呆着呢 留条命 没错 这就是现在的国情 这个很难的 到底是保命好 还是这个上班好 还是复工好 这很难的 就像这个整个这次政治跟经济的危机一样 中国怎么样